在中国西南部,数百人星期二参加了反日示威活动。 中国和日本在一个有争议的岛链附近海域发生冲突以后,愤怒情绪依然高涨。 数百人参加了最近的一次抗议,这次抗议是在日本驻重庆领事馆外进行的。 一艘中国渔船在东中国海之一岛链附近海域与一艘日本海岸警卫队的船只相撞之后, 日本对中国渔船的船长进行了短暂的拘留, 从而引发了中国民众的抗议示威活动。 中国和日本都声称这些岛屿是本国领土的一部分, 北京把这些岛屿称作钓鱼岛,而东京称这些岛屿为尖格列岛。 这些岛屿周围的海域有丰富的渔业资源, 居心海底还有天然气和石油矿藏。 中国官员说,抗议活动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北京不赞成采取非法和不理性的行动。